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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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觉得师父对白大师的态度很奇怪 哪里奇怪 我总觉得 他们好像之前就认识了 可我从来没有听师尊提起过这个人 吉荣是半魔人 白源质是他师父 司空灌主 跟他们俩关系又非常密切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 但我还是觉得 师尊不是坏人 我也希望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青石 他非常依恋吉荣 可吉荣的身份背景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我总感觉他没那么单纯 不然你让青石进长风悬院修行 这样他就没法和吉荣在一起了 青石性子特别绝 他肯定不会听我的 所以这个方法行不通 那现在 也只有师尊是突破口了 我们还是再去看看 走吧 司空灌主 我们给您带来养神汤 您的手 我是今天给白大师疗伤 中了一点魔毒 白大师的伤还没好 那师尊您会不会也沾上魔毒 白大师是为了阻止魔族抢走青铜棺材 才受伤中魔毒 我这几天一直为他运功疗伤 他体内的魔毒已经逼出了很多 我有功力护体 他们这点毒伤不到我 到时如今 夏族面临着魔族全面进攻的生死威胁 我们一定要团结互助 我明白了 您早些休息 汤给您放桌上了 好 师尊胳膊上的黑物 并不能完全证明 它是魔族的间隙 他只是给白原汁疗伤中了魔毒 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那你有没有想过 白大师为什么会中魔毒 不是说在血阴岭被魔族所伤吗 如果真的是这么光明正大的理由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元老慧 让元老慧帮他 你是觉得 白原汁有可能是魔族的间隙 明如我们先回信火宫 日后再相查此事吧 小少林 4常 她们公司 想 quote 哪 Fuck 2 这就是魔族物 Rapun 难道是情府在星火宫内的魔族间隙开始行动了 请阻止他们 请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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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阻止 请 阻止